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 佛所有修行的累劫累世修行的功德 都马上布施给我们 就像儿子叫妈妈爸爸 妈妈爸爸用他最大的爱、行为、钱去爱护这个小孩子 所以佛力三宝加持力不可失忆 所以所谓慈悲导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百千万劫 乃至奉献他的生命 所以做种种种的修行 终于为我们而成就佛道 就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所以成就佛国净土 是为了圆圆满满供养给我们 就像一个有钱人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这个钱只要你愿意用就拿去用一样 就像我们来莲花大夏 要我们大家都要感恩 我们大都黄敏才的福报 那第一卢翠婷的福报 我们都借用他的福报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大家这么树木 庄严的来受辞 八观在界 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佛 这样慈悲 也让自己有福报 因为你有这个福报 那以后你可以把福报 布施给众生 所以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 最好的能力啊 最好的福报啊 布施给对方 那佛是如此 我们也要学佛如此 所以只要别人找你 那你要马上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 那释迦牟尼佛更慈悲了 你要投吗 我给你投 你要我的骨髓吗 我给你骨髓 所以佛陀累世 为了众生 就像布施给母老虎小老虎 然后呢 为了救鸽子 国王的身体 布施给老鹰 为了救五个鬼 国王的血 布施给五个恶鬼道 这五个恶鬼道 那后来还成为佛的五个 比丘 佛初传法论 所以每一个佛都是这样子成佛的 所以我们除了念佛的伟大的功德 我们要学习佛陀这样来布施奉献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所有众生之所以痛苦 是保护自己 我执 我自我中心 为了自己 就像各位做生意 做生意是要服务大众 还是要赚别人的钱 那是学佛了才想服务大众 还没有学佛以前 就是这样 像老鼠一样 用尽心机 要去赚赢别人的钱 所以这是我们华人的特色 就爱急 但是我们学佛了 那我们要开始改变自己 所以把自己最好的 是为了服务别人 那你才会开悟 为什么 以前用尽心机赚钱 只赚一万块 现在想尽办法帮助别人 居然赚一百万 哪一个华得来 那你就开悟了 所以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 而会站在众生的立场 这就是学佛的开悟 哇 越慈悲 越帮助别人 得到的越多 越吝啬 越保护自己 失去的更多 所以佛要我们最后 达到无我的空性 完全没有自己 而圆满的大悲 去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就是佛 伟大的地方 谁在念一次 念佛慈悲导师 学佛慈悲众生 那希望大家学佛以后 我们要开始改变这个个性 把自我自私的个性 来变成我服务你 今天你的儿子结婚了 娶了一个漂亮年轻的媳妇 这个做婆婆的很高兴 我可以开始来帮助这个媳妇了 对不对 那学佛的媳妇如果有学佛 哎呀 我又多一个爸爸妈妈 我好好去孝顺他们 那如果两方面都有这个思想 请问家庭会不会和谐啊 就不会对立 现在这个社会的充满对立 国与国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商业团体 商业团体 所以现在所谓国际贸易战 站起来了 打起来了 所以包括宗教之间的冲突 那唯有佛法的这种 无我利他的思想 那太伟大了 所以各位 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受八观灾戒 为什么 好厉害 为众生 请站在台上去 就是要有这个思想 你要有这个思想 别人就学你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 培养这种 利他的思想 一切都为众生 穿衣服走路 所以今天大家来受八观灾戒 是为众生 为马来西亚 为整个地球世界 为所有众生 那你这样想 做皇帝目的就是要掌控别人 影响别人 增加自己的对尊敬 但是做一个菩萨 有没有自然在影响世界啊 他知道他受了八观灾戒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包括诸佛菩萨 都为你以发这样心来 守八观灾戒 而高兴 请问你的影响力大不大 所以懂得佛教的人 不想做皇帝啊 我在家里送个地藏经 整个马来西亚都得到 地藏菩萨的加持 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加持 加持到无间地狱 加持到六道众生 因为你有一个广大的菩提心 所以如果各位有这样心态 你不会执着了 不然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希望我也有钱 让人家知道 我希望我今天穿新衣服漂亮 让别人知道 我想要赢过别人 我想要征服别人 甚至花了很多钱 要来做官 做最高的国王皇帝 这样我很骄傲 但是你学佛了 哎呀 缘起信空 任何一个起心动念 都在影响始法界 念一下 一心造始法界 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佛 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恶鬼道 所以你的念头 一直在影响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 凡是一切存在 都是因缘和合 互相影响这个道理 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才有善恶因果观念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 事实上 那你就得到一个善业 伤害别人 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 你就造了一个恶业 这是自然的道理 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有关系 念一下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所以凡是善恶果报 都有它的因缘 所以因缘所生 但是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无自信空 因为一切都可以影响改变 没有永恒不变的 没有单独存在的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观念 念一下 生命一体 世界一体 众生一体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就是马来西亚 我就是山 我就是水 所以你杀动物 然后动物就杀你 你救人 那人就来帮你 原来我们跟整个世界众生 都是如何 念一下 息息相关 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一起来发这样子的无上菩提心 来受持八观灾界 来保持正念 请问整个世界 有没有被我们影响啊 各位 你现在就是皇帝了 你已经在影响了整个法界了 所以我们保持一个正念 所以佛 之所以叫佛 他永远在影响这个世界 因为他保持在真正的空性的平等的禅定 跟对所有众生的大悲心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要找到了 来 你也讲 找到自信 如实之自信 你要真正了解你的本性 你的自信一直是圆满的 一直在影响了世界的 但是如果你起了贪嗔痴 分别心 所谓的自私 骄傲 贪欲 称恨 那我们又在破坏这个世界了 首先你被破坏的是你的身体 心不清净 肉体不清净 爱生气的人心脏不好啊 生闷气的人肺部不好啊 忧郁的人胃肠不好啊 骄傲的人骨头不好啊 脊脚的人头痛 因为你一起心机 你的身体就不好 事业就不好 家庭就不好 所以各位今天 恢复八观灾界这种正念 敬阿罗汉 那也生起无上菩提心 请问病苦会不会消除 业障会不会消除 车祸会不会消除 都会消除 而且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出生道 而且种下将来升天 乃至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的种子 因种下去了 所以八观灾界 重不重要 所以不用回家了 就留在这边吧 大家就一辈子 守着八观灾界 来利益整个社会 好不好啊 如果这一群人 发愿要利益整个国家社会 这个世界有希望了 不要再自私了 老人都是我爸爸 老女人都是我妈妈 年轻人都是我儿女 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 哪一种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要去照顾他 这个就是佛教要建立的一个 圆满健康的思想 所以我们念佛 要学佛这种 无我空性 平等大悲 如何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做这样子的人 伟不伟道 所以通通来出家吧 至少你要说好 然后说下辈子 或者说随缘 那当然呢 随缘下辈子 这还是有一点业障 你要说当下 以后下回 顺便请剃头师一起来 那这个叫 立根 善根 就像善财童子 观金菩萨旁边一个善财童子 16岁的时候 他累积了大福报修行 他投胎在他家的时候 他家的黄金珠宝变得满满的 他一出生的时候 家里更有钱 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叫善财 他一来 一怀孕就发财了 16岁的时候 见到文殊菩萨 拜了三拜 他就没回家过了 就随文殊菩萨 发菩提心出家了 文殊菩萨就告诉他 如何去学习菩萨道 所以叫善财童子 五十三参 那华言经最重要的 菩萨道的实践 所以我想各位 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 你要抓住他 当你知道不对的时候 你要放下他 好不好啊 放下他 不要再为了世间的人事物 生气啊 嫉妒啊 忧虑啊 烦恼啊 因为这些是不必要的 伤害你自己 伤害父母祖先 伤害整个法界 因为你的念头啊 所以各位要一心念佛 诵经持咒 跟佛菩萨 跟佛的身口意合在一起 这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今天各位来 守八幻灾界 外在的行为 绝对不伤害众生 绝对不贪欲众生 内在的心态 保持念佛的大悲菩提心 念法的因果空性 念生的利益众生 念来世的极乐世界 念的持戒的清净 念的众生的苦如何 帮助众生 所以一日一夜 八观灾界的功德 没有办法比喻 所以如果各位用这样子的 伟大的圆满的心 来受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 可以怎么样 念一下 两百万劫 富贵自在 所以这个功德力 回向给众生 我们大乘佛教 所得到的功德 就像各位今天 首一日一夜 八观灾界 要给你两百亿美金 你有这个福报吧 好 这个福报 是要回向给众生 这个才叫 无上菩提心 所以 怀着你个人的自私 哎呀 我希望健康发财 希望祖先超度 来世也要升天 这个叫人天福报 那你至少也 二十小节的富贵自在 不会下三二道 做人 做富贵自在 乃至升天 那如果各位 你站在解脱 哎呀 生死轮回很苦啊 再多钱 也没有意义 再漂亮 也会老 再健康 也会生病 所以 希望能够 为了解脱 而修行 会如何 来念这 六十小节 不堕落三二道 所以呢 同样的行为 不一样的心态 果报 不一样了 那各位 我们华人 最会做生意了 所以 各位要发起 最高的功德 念一下 无上菩提心 为整个法界众生 而受戒 愿法界父母众生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各位要发起这个 无上菩提心 那你发起无上菩提心 你今天要认为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就是地上王菩萨 你就是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身 阿弥陀佛的口 阿弥陀佛的心 来过一日一夜 那你就创造了 无上菩提心的功德 然后你等于在这个世界 布施 两千万亿的美金 去净化这个世界了 第一道 二轨道 因为你的发心 无量无边的众生 超度了 何况是你的父母呢 所以念一下 一指得道 九旋七主 净超生 所以各位 你了解了 佛陀所讲的正道 八正道 解脱道 菩提道 你去实践 那你的九旋七主 脱离上而道 你发起了解脱心 他们呢 进入解脱的修行 你发起了无上菩提心 他们上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的心 可以改变世界 我们的心 可以净化人心 那这样子的佛性 念一下 人人本具 每个人都有的 按照八观摘戒 各位好好的受词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那你就用佛性 在过生活了 那这样 你的冤心在主超度了 车祸啊 意外啊 这些 九恨消除了 罪障消除了 来世呢 要做人 那就富贵自在 要么升天 要么往生 中品极乐世界 所以也种下 成佛的因 所以八观摘戒 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鼓掌 随喜功德 好 请放下 各位蛮听话的 这个随喜功德是 随喜别人功德 好不好 哎呀 我一个人受诫力量不够 这么多人受诫 我们大家念一下 同享功德 哦 今天 你来受诫 我们今天所做的 放生啊 焉共啊 共生啊 修行的功德 互相同享 所以我们要互相感恩啊 那我想各位 如果每个人都维持这种正念的修行 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责任 不要去批评这个世界 老实说 我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很多国家 马来西亚还真天堂呢 受了回教的保护啊 对我们真好啊 所以尊敬我们佛教 因为它是一个有宗教的国家 对不对 尊敬我们佛教啊 尊敬我们基督教啊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信仰和谐 只要不要去侵犯别人 没有人会侵犯你 所以你在这边要做什么好事 能不容易做啊 很容易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 那当然有人会说 师父最近经济不太好 这个棕榈卖的价钱不高 橡树卖的价钱不高 那我心里就替他高兴 你忙着赚钱谁来修行啊 所以昨天来打钉说 师父这次法会那个牌位 多了一两倍啊 我说对啊 局势不好 正好修行 没大钱赚 正好修行 所以修行赚得多 还是世间钱赚得多啊 修行 有了福报 哎呀 世间福报自然来 努力不见得会赚钱 上财同志下来有赚钱吗 没有啊 这是他过去是鸡的音啊 他就还没开始上班 他家就黄金珠宝一大堆了 为什么 那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相信这个道理的人 眼光看得很远 有钱赶快来修福报 帮助众生 造佛寺盖寺庙 利益众生 那你就坐在那边 随便走路都踢到黄金 到处都有福田 嫁一个好老公 娶一个好老婆 生一个报恩的儿子 哎呀 福报无量 所以各位妈妈 努力修行 你老公还不懂 忙着赚钱 他不知道他发财是因为你 因为你帮他在修福报啊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骄傲 哎呦我赚很多钱 但是他不知道说 这是你默默的在为他行善 对不对 再回向给他 所以法力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了 意念的每一个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功德就不失给对方 所以各位要多思维佛教的道理 再念一下 缘起信空 三法印 四圣体 八正道 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 四红四苑 四色法 六波罗命 成佛度众生 那各位要多看经典 然后呢思维放在脑袋里面 我们的生活 要以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 就像各位读心经 读心经呢 用空性来用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用空性 那么来了解外在的色身相位处法 所以如果你用空性来过生活 那能度一切苦真实不虚 那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个五蕴 所谓的十二处 十八戒 这个身心外在的世界影响了 因为你有真理的眼光去超越一切 那你就能够无苦即灭到 没有痛苦了 超越一切了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你就超越一切 所以各位要多思维佛法 金刚经的道理 地藏经的道理 所以那你就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生活 按照阿弥陀佛的思想 你在这个世间没痛苦 因为你知道世间本来就是 缘起生生灭灭苦的 出离心 一心念佛 带着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以后你可以开一家 阿弥陀佛公司 我去大路看还有阿弥陀佛饭店 住进来你就超度了 那你开个公司的动机 是要让别人学佛 边赚钱 让他告诉他怎么样 如理如法的按照佛法去赚钱 那你就实践了佛法 赚了钱多更少 但是内心很实在 对不对 因为如理如法按照因果 不可思议去赚钱 那你这样你会觉得 佛教不反对赚钱 佛教不反对结婚 只是结婚赚钱 社会上的任何事情 你只要按照佛教的因果观念 也了解空性悲心 那样样式都是修行的助缘 所以各位要以法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我不能生气 生气会伤我的身体 这个生气的本体也是空性 哪有我在生气 我这个生气是因为对对方的不满 所以我起心动念 我又离开佛法了 那佛陀告诉我们要 接受夜报 在悲策 别人对待我的 是因果 我对待别人的 叫修行 大家都会悲了 别人伤害我 那是我过去伤害他 我相信因果 那是我对待别人的 要慈悲 要忍辱 那你要这样来念法 修行 所以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甚至儿女之间 所以人跟人之间 人跟众生之间 我们叫相信因果 那有些菩萨说 为什么蟑螂蚂蚁都在我家 有缘呢 那你要对他布施 你对他布施 对他好 没几天 蟑螂蚂蚁没半职 不见了 你把他给杀了 这些事情大掉了 他生生世世 投胎来找你 做不一样的动物 哪一天做你孙子 让你气得半死 生命会轮回的 所以各位了解 蚊子昌蚁到我家 这是我的因果 我不要伤害他 我善待他 所以有一次我们台北 我们借助的新殿 讲堂有很多老鼠 老鼠还有很多跳蚤 那我们就想尽办法 要把跳蚤抓起来 想尽办法要抓老鼠 那么老半天 大家都干脆 我都不回去住 免得被钉了 后来 我就想想不对了 那请了一位上师来帮忙 那上师的动机 他说很简单 这个啊 对这个老鼠章狼 我们对他修法 修法就是对他用悲心 菩提心 来修法 自然呢 他就会 离开 那我们就在看 真的还假的 那上师修了一整天 过没几天 老鼠跳蚤不见了 各位 会不会修法 慈悲就是修法吧 你要是不会 你就给他吃 给他念阿弥陀佛 OK啦 但是如果你要跟他对立 然后 哎呀 这个业就来了 所以 我们得到这个因果 我们欢喜接受 甘愿受 惭愧心 但是我们 对他弥补 对他惭愧 所以各位 你身体不舒服 你的骨头痛 我们要开始修法了 这是一定是我的 贪嗔痴的因 再加上 过去堕胎啦 杀身啦 太疲劳啦 太骄傲啦 对 圆 所以 国报来了 所以我们来守八观宅节 保持正念 八观宅节的时候 多修法 供养 布施 放生 点灯 那 各位 本来你骨头痛了 今天做一天 忘了痛 所以八观宅节 第一条功德 远离病苦 不但我们自己可以 你爸爸得癌症 妈妈得癌症 那你更慈悲 按照药师经 七日七夜修法 所以八观宅节 放生 点灯 挂金帆 念药师咒 供养出家人 七日七夜 父母的命运就改变了 无病长寿 相不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叫念法 念法 三世佛母 所以修行不离开 身口意 所以身体跟嘴巴 受戒律 内心里面保持六念法 正念 那身口意圆满 那命运就改变 业障就消除了 所以第一条 绝对不要杀害任何生命 第二条 不偷盗侵占 欺骗别人的财物 第三条 今天男女之间 全断淫欲 第四条 不骗人 第五条 不喝酒 抽烟 葱蒜 韭菜 第六条 今天 很多菩萨都穿着 黑色的海青 装不装严 装严 至少代表说 我对外表 不太执着 我现在是要来 专心修行 所以 今天 不化妆 不 擦香水 乃至今天 不要穿动物皮毛的东西 第七条 不睡卧高广 大床 今天 不躺 夫妻的床 所以 睡单人房 睡地板 睡寺庙 那这今天 不要唱歌跳舞 上网游戏 第八条 念一下 过午不时 晚上不要吃 所以中午吃完以后 一直到明天 看到光明像 这中间 喝水就好 那这 加一点糖的水 也可以 这样呢 过午不时 由是 身口意 三夜道 清静 改变命运 就这么简单 由是 因为 各位今天的 身口意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保持这样 正念正行 成为 出世正因 这样 就可以 出离世间痛苦了 就可以 不堕落 三二道了 就可以 往生净土了 所以 解脱根本 所以 世间的痛苦 未来的轮回痛苦 都可以断除 所以 一日夜 八观灾戒 二十小节 六十小节 两百万节 不堕落 三二道 种下解脱 成佛 菩提彼岸 我们今天 这一档 八观灾戒 不是在吉隆坡 在国际 今天我们是用 生命电视直播 台湾有很多菩萨 一起受戒 还有卫星直播 以后各位在家里 手机打开 边上班 边受戒 因为 受戒不离开你的生活 受戒只是一个 好的行为 好的念头 对不对 那 这样子以后 让佛陀的正法 透过现在的 科技设备 能够 广传 所以以后我们 很多中心 就会放大荧幕 大荧幕 然后呢 六灾日 重要的节日 大家就自己到中心 来受八观灾戒 好不好啊 因为用荧幕嘛 所以我在受戒 我就一直看着 电视机 我在跟你说话 人都有执着啊 所以 但是至少 影响 大家一起受戒 以后呢 最好六灾日 或至少初一十五 我们大家法师 轮流啊 然后呢 各位 你家的电视 就变成道场 你家的客厅 就变成道场了 要把这个佛的力量 融入家庭里面 好不好啊 连线作业 大家心连心嘛 然后呢 互相 创造这个共善因 来净化整个世界 因为世界是我们的家 整个法界是我们的道场 身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要有这个广大心 影响一切 净化一切 爱护一切 好不好 要养成这个思维 那这样来受持 来变成广大的八观灾戒 你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莲花生大事 请问诸佛菩萨 有没有降云啊 百分之一百 而且非常高兴的降云 佛啊 等了老半天就说 你怎么不念我呢 这样啊 我成佛呢 我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念我 我才可以把我所有的功德 透过你的正念 供养给世界啊 对不对 供养给你的悲心 所想的地方啊 我们只要按照法 那这些护法 那就会来护持我们 所以我们就要感恩供养 护法神 你也感恩供养 他就越欢喜 帮你消除障碍 你都不用烦恼 你要卖房子 跟护法神讲一讲 跟土地公讲一讲 哇 他们自动来报道 免费广告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世间护法不可思议 只要你动机正确 发心正确 那这个频道啊 通一切的 所以叫心香一注打九天 意思说 你的内心里面是正确的 那一二三四五到最高的天 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那各位 当然你起了一个坏心 请问冤亲在主 知不知道 冤亲在主有他心痛啊 随时要抓你的小辫子啊 他好好要让你生病啊 如果你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他就可以进入你的腰里面去啊 他就可以进入你的肾脏里面啊 这个叫冤亲在主 所以我们在修行 诸佛菩萨 护法诸天 都在随时看着我们 但是冤亲在主 那个魔的眼睛啊 随时二十四小时盯住你 因为一个要找你报仇 所以一个要保护你 这个世界就是佛魔之战 但是呢 好不好就决定在你的念头 念头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一下 降魔成道 那你要成道 那你首先要降魔 不要让魔有机会 进入你的身心 干扰你的生活 那什么叫魔 烦恼魔 当你起了贪嗔痴 起了不好的念头 魔就来了 天子魔 魔王颇寻要找你 所以呢 五蕴魔 你的身心有变化 他又来找你了 侵入你 所以死魔 最后一个呢 要消灭 所以啊 修行是降魔的过程 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正念 意念三宝 那护法上神 随时在加持你 所以首先大家来做大供养 好不好 这个供养不是因为自己 我们代表了所有法界 六法界众生 供养四法界的圣者 佛 菩萨 身文 原觉 护法神 做大供养 所以各位 当你做大供养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被你的影响 透过这些物品的供养 要代表我们的心态 希望我们的心态像香一样的慈戒清静 希望我们的心态像花一样的慈悲柔软 希望我们的心态像灯一样的智慧片照 希望我们的行为像涂油一样的柔软 所以广洁善缘 希望我们的供养如水果一样的 这样子的圆满的结晶 愿力要来供养 所以食供养也代表了食波罗蜜一样 然后站在外界的行为 代表身口意的食善业 站在菩萨道 代表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种种 那这样还供养诸佛 所以对上供养诸佛 代表了所有六道轮回父母众生 愿他们找得离苦的大悲心 那把自己融入在上供下施的空性 没有我 把自己融入了诸佛净土的功德 融入于众生的悲心 而忘了我的存在 所以要永远有这个三个正念不间断 念一下菩提心的不间断 大悲心的不间断 空性智慧的不间断 那各位经常这样念识 保持在念佛的菩提心 念法的空性 念身的大悲心 你时时刻刻都在自在的净土当中 那各位你要调整你的思想 当我们念贡花的时候 你要观想整个你所看到的任何的物质 都变成最清净的花 而且不一样的花 整个变成花的世界 这个修禅修很多 叫变观 变就是变一切处都变水 变一切处都变火 变一处都变黄金 然后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 你就会变一处看到法 万法的本体你都看得见 如何利用花来慈悲 利用黄金来慈悲 但是你不会执着它 因为你已经正入法身了 但是各位要练习这个变一切处 所以现在观想 变一切处的花 供养所有佛 佛好高兴 然后呢 以这个供养佛的这种法系 变一切处进入地狱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恶鬼道都变成莲花的世界 没有刀 没有枪 没有伤害 所有众生都很滑行 将来 来善供下施 心佛众生 无有分别 多修这个广大 平等 空心 我们这个 人的世界 还需要有太阳月亮 如果你已经经常持戒布施 请问你将来升天 升天以后身体会不会发亮 自然发亮 天上能叫光明天 特别到了第三天 不需要太阳月亮 时时刻刻都在光明片照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人间多持戒布施 多点灯 事实上 虽然你投胎做人 哎呦 有时候你拍照 你身体好像发光一样 所以 凡夫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这些天人护法都知道 你身上有光 有光 所以一个大背心的人 你的光就骗照了天上 天人就很喜欢护士你 哇 你是个背心的人 所有世界上的动物都有东西吃 好不好 成为我们的责任 那就是菩提心了 菩提心是一种对所有众生的一个责任 承担而愿意去实践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干露事实 因为所有饿鬼道没饭吃 都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好不好啊 所有人类 只要他们有饥饿 没饭吃 都是我们精进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想做一个菩萨 会比别人更努力 要修福报 那这个福报 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啊 天道天天供养 人道天天布施 都要做这样的世界的菩萨 好不好 我们这个叫菩萨训练班 训练大家不要自私 训练大家发大心 成就佛道 所以很多人来说 师父我要出家 我都问他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他家庭困扰 因为他心里乱乱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 我们要出家是要 要开始为世界享用 为众生 他改变这个心态 多快乐啊 对不对 不要为自己而修 要为众生 希望大家也要把日常生活 变成这样 为众生 这很重要 每天都要供养 好不好 为众生 你不能说 我出一十五就好 那其他都不要吃啊 因为做个菩萨是 分分秒秒不间断 上供下施的菩提心 分分秒秒都不间断 各位 我们上面这是什么 黄金啊 你看得到的是什么 珠宝啦 所以极乐世界都是黄金珠宝 七宝流离构成的 所以你要这样去观想 去填补 去做 那将来你的净土才会这么壮严 那各位在家里要多供养经典 巴黎文的 中文的 藏文的 英文的 虽然你没办法全部看完 你儿子也没时间看 但是呢 每天叫他供养一下 他就种一个很好的园呢 将来他就有福报 深入金藏 也能够弘扬佛法 各位把自己的念珠拿出来 这个念珠很重要 是我们跟佛菩萨连接的点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保持正念 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用我们的念珠 供养珠佛菩萨 事实上你供养珠佛菩萨 加持你的念珠 这个就是我们跟佛菩萨打电话的 就靠这个了 你不要烦恼啊 时时刻刻佛菩萨跟你在一起 各位观想你身上穿的释迦摩尼佛 要交给弥勒菩萨的那一件袈裟 好不好 你不要说好吗 皇帝要让你做 你居然不要好 这个穿起袈裟是要 承担世间众生痛苦的责任 重不重要啊 所以你要安住在 无我的惭愧心的空性 然后生起了大悲心承担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供养 所以我们能够去供养给别人夹杀 你很快乐 你供养给别人夹杀等于什么 你要把皇帝的位置交给他 好不好啊 希望你三个儿子都变三个皇帝啊 愿他们都是在承担世间苦的人 所以各位多供养布施夹杀 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 讲出了这个咒 也是观音菩萨的功德的显现 不空 不空就是满满的地狱 满满的世界 每一只蚂蚁都得到了上公下士的功德 就像各位 你今天来马来西亚 你进来以后 来 每个人花一千万美金 让大家都这么欢喜 这个叫不空莫尼 所以现在诸佛欢喜 菩萨欢喜 身闻缘觉欢喜 护法天神欢喜 六道众生都欢喜 持住要这样住 你念欧妈你别别后 所有人都是你大悲 报恩的对象 所有人也都变成观音菩萨 所有人内心里面都没有贪嗔之傲慢 所有众生的业都消除 所有的众生都进入大菩提心的状态 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 要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欧妈你别美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拿摩大运地藏王菩萨 你先变成地藏王菩萨 所以呢 还是说 拿摩大运地藏王菩萨 大运地藏王菩萨出现了 拿摩大运地藏王菩萨 你变成地藏菩萨 拿摩大运地藏王菩萨 所有众生都显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心佛众生 融为一体 拿摩 拿摩 拿摩就是学习 你学习了佛菩萨的空性慈悲 你就变成佛菩萨 佛菩萨是没有固定形象的 所以如果你生起了佛陀的心 那你就是佛陀的心子 你就是佛陀的化身 如果你生起了大悲心 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如果你能够影响别人都变成有慈悲心 那别人都变成观音菩萨 请问一个恶鬼道 生起了大悲心 他还会做鬼吗 马上去净土 所以各位要影响众生 像我坐在这边 有声说到没声 都在影响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都变菩萨 好不好啊 但是我要好好修行 免得我的坏的身口意 会干扰到别人 这个不能骗人的 要里外如一 所以人都可以影响别人 你开车走路做事 你要做人的模范 众生的模范 当你有空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狗讲话 跟牛讲话 跟地狱讲话 为什么 当你内心超越了这个 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这个空性的时候 你已经不是你的外表了 佛陀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你可以融入到整个世界了 所以因为你是用心跟对方讲话 这是达摩祖师说的 以心传心 心心相应 一心念佛 发心持重 用心念经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念阿弥陀经 那你已经进入阿弥陀佛的心跟世界了 然后你用悲心念阿弥陀经 那个往生者也会进入阿弥陀佛的世界了 了解吗 所以我们为众生送地下经 我们为众生念阿弥陀经 我们为众生念阿弥陀佛的心 那就是要让他进入这个世界 哎呀 佛法伟不伟大 大乘佛教 太殊胜了 但是各位 经常保持这样的心态 每天在家里 上供下施 二十分钟 半个钟头 修行一个钟头 保持在佛的这种悲心的状态 所以别人看到你就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 今天你念地藏经 你身上有地藏菩萨的力量 明天你念要师经 你身上有要师佛的力量 这个力量干嘛 让对方得到要师佛的加持 让对方以要师佛平等无二 所以每一个佛成佛以后 都希望众生跟他一样平等无二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让你坐在连化 有如阿弥陀佛一样 但是有一个思想是消极的 他认为说 念阿弥陀佛是死了才念 死了才去极乐世界 那活的呢 活的要干嘛 那错了 当你念阿弥陀佛 你已经显现了阿弥陀佛的庄严了 但是各位不是说 你的头长了好几个包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你要着相了 我们讲的是 佛的心 佛的心 你跟佛的心一样就显现佛的相跟功德了 去庄严了 那你自己变成这样 那你的父母祖先冤亲在主才会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就是转化 佛教呢 修仪轨 念佛 诵经 都是在转化自己 进一步转化众生 所以养成习惯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十方诸佛的悲心就融入在你心里面了 然后你透过你这个悲心 念阿弥陀佛后 就转化众生的烦恼心 都变成悲心 悲心 悲心 都变成四倍观音 这样伟不伟大 所以你会念不完阿弥陀佛 真不想停啊 因为你一直在转化这个世界 请问冷气能不能停掉 不停啊 你停了大家跳楼啊 太热了 这个五卓二四太痛苦了 所以各位 不要停止你的悲心 利用你工作的时候保持正念 不是工作一直念 是保持这个悲心来工作 保持这个不执着的空性悲心来工作 来炒菜 来开车 那就通通在转化这个世界 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要不要而已 不然你要看到帅哥美女 就咚咚咚咚咚 又乱了 赶快转回来 看到那个麻痹 我要钱 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分别心 贪嗔傲慢嫉妒 所以那你的心就乱了 所以透过八万载戒 透过自己在家里 上供下施 念佛送经 恢复恢复 你一恢复事情就改变 不要烦恼 怎么办 怎么办 医生说我要开刀 怎么办 你越烦恼越生病 医生说你要开刀 好 我赶快保持正念 开始修行 然后呢医生说 你下个礼拜来检查 我这几天认真的修行 下礼拜去检查 医生说 奇怪 怎么也没去 你的什么白点黑点不见了 所以你的痛苦消除了 这是你自己知道 所以各位学佛人 不要怕 也不用用心机 在因上努力 果上一定随缘 你只要碰到任何烦恼 你不要怎么办 我老公跟我讲话这么冲 你很难过 那你会火上加火 会让你夜报现前 你跟对方吵架 你赶快 地上王菩萨保持正念 然后你这个正念 就在影响对方 对方就被你转化 请问佛的力量大 还是世间的力量大 佛力不可思议 虽然我们是个凡夫 那有些人就不相信佛力 只相信智力 我一个人哪有办法 回向那么多呢 我的功德力不够呢 那你太自以为是了 学佛大乘佛教 所有用的都是三宝的加持力 这样了解吗 我们去帮人家助念 不是你会不会念 而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悲心 去为对方念阿弥陀佛 对方会不会得到阿弥陀佛的解引啊 百分之一百 只要你有信心 但是你这个信心不够呢 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不够 了解吗 你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够 哎呀 这个世间的事情都是幻化的 如幻如化的 那阿弥陀佛一定能够帮他去极乐世界 那这样我们去祝念 自己也在净土了 也帮助对方去净土了 也让他们家里有如净土一样 快不快乐 所以各位要天天保持这样 我们来说八观宅 也就是要训练这种圆满的心态 把这个圆满的心态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 好不好 哎呀 你回到你的世间公司 你就发光发热了 太重要了 然后呢慢慢的天天都在修行一样 如果明天要带你去见马来西亚的皇帝 你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哎呀 渐渐看啊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跟佛陀相见啊 十方诸佛的净土都在我们心里面啊 当你为他做供养的时候 诸佛菩萨皆现前加持 而且呢 我们的悲心是要把诸佛菩萨的功德 布施给所有受苦的众生 那这个叫修行 那各位要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 你这样的状态 你就已经当下就在净土了 你当下就在佛的状态啊 佛性 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当下超越痛苦的方法 当下不叫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当下马上就实践空性 马上呢就让他圆满 也不执着 所以那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 也不要有一个期待说 我现在这样做 我希望就我儿子的癌症就好起来 无求自然不可思议 你身体的病痛 当你很病痛 各位都听我讲 我有一次我年轻人有头痛的习惯 因为以前爱喝酒啊 想东想西啊 这个头脑都在想 钱钱钱钱钱钱 想 计较爱想啊 头有问题 那我修行了 一头痛 我就赶快拜佛 观想佛 起来以后我都没有痛 因为我没有说 我希望不要头痛 我只是转念而已 因为过去的业还是会来 但是我转念进入佛的 所以你拜的时候 你的观想 你的头变佛的头 你的身体变佛的身体 这样就好了 就转念了 你这一转念 光明起来黑暗就消除 你不用特别消除黑暗 光明起来黑暗就消除 悲心起来痛苦就消除 不要有所求的来修行 如果你有所求的来修行 会达不到目标 不但达不到你的目标 你将来会退转 会毁谤三宝 不好啦 拜老半天 师父我地藏经念了一百遍 也还是如此 这样 那你不是在念地藏经 你是在念发财发财发财这样 因为你的动机 都是在那个有所求的 所以各位 你要把世间的暂时放下 八观再见 不管你得癌症 不管你有什么快乐痛苦 放下 融入在佛法 就像你在家里修行 一样 你地藏经 你阿弥陀经 打坐 持咒 修鱼轨 做焉供 你都很专心 好不好啊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报 再念一下 专心就是天才 所以我每次 我一直要 不管我哪里不舒服 世间的事情纷纷扰扰 然后呢 因为你要处理世间的事情 我就很认真的去观修 修行 事情就圆满了 我的智慧也会开出来 我就知道怎么 一二三四怎么解决了 那你就了解了 原来 哎呀 有佛法真好 什么都不怕 医生说你得癌症 哈 正好修行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的生命 是你的空性悲心 如果诸佛菩萨要我现在死 我就现在死 因为我可以换一个 更庄严的外表境界来利益众神 对不对 我接受它 我接受它 而不是说我今天这样修是希望我还这样好起来 我今天这样修是希望不要有所求 这个叫空性 以无所得顾 以无所得顾 去实修 菩提萨多 各位要了解这个意思 专心在佛法上面 专心在拜佛 念佛 持咒 随便你修什么 专心天天去布施水 那个时候 超越了 超越了 因为你在想什么 你都不用讲 佛菩萨太慈悲了 你在想什么 佛菩萨知不知道 你在痛苦什么 佛菩萨知不知道 一样的 你妈妈生病 你专心的念大悲咒 佛菩萨知道你妈妈生病了 佛菩萨会创造最好的因缘 让他碰到最好的医生 让他懂得因果道理 但是你只要专心 一直念大悲咒 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 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你的心 才是你最好的善知识 你的心随时跟佛菩萨的功德连线 那透过修仪轨 拜佛 任何佛教的修行都可以 慢慢你的生活变成修行 开车走路上班 煮饭吃饭 都是在修行 那你就已经OK了 请你去开个寺庙做住持吧 开始把你这个方法告诉别人 不分在家出家 好不好 就各位赶快开诊所 现在世界大乱 因为现在人就忙于手机 世间的这些欲望 金钱 大家都已经迷茫了 那我们难得点了这个光明灯 我们要把自己这个灯 告诉别人 你也可以点亮你自己 你只要把点灯的方法告诉他 你只要保持念佛 念法 念身 你要修什么都可以 像我这样 我每天都在跟时间抢时间 我没有一天时间够用的 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讲很宝贵 十分钟 五分钟 可以多讲一点佛法 可以多一点休息 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时间 每天没滑手机 咕咕咕咕咕咕 我也在滑手机 但是我是为了佛法 我没有在喜欢看什么 利用手机 可以传递佛法 但是我不想浪费一分秒的时间 所以各位体悟无常 那各位养成习惯 请问刚刚在念 瑶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看到佛陀 要很认真观想 哦 药师佛 哦 阿弥陀佛 哦 弥勒尊佛 释放诸佛 变法界虚空 哦 供养它 各位要开发我们心灵的力量 佛性 养成习惯 我们华人的好处 哎呀 我们连对大博工 拿督工都很尊敬啊 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啊 所以呢 这些护法善神 事实上都存在了 非常有福报 他们也归三宝了 所以他们也要 想要成佛 所以只要你在修学佛法 走的是正路 他就很高兴来护持你 因为他护持你 他就会得到更高的境界的福报 就像天上的神 如果去供养慈戒的比丘 发菩心 菩提心的比丘 他可以生更高的天啊 所以各位 只要你安住在法 然后呢 真实在修行 这些护法善神 你不用烦恼 他每天都帮你排得好好的啊 你会觉得 你只要专心的修行 利益众生 其他你都不用烦恼 将来 离请护法善神 希望大家 时时刻刻跟世界众生 连在一起 好不好啊 连在一起 当然你最好做个观想 比如说你在这样 在比的时候啊 布施给他们 同时你要比什么 他们的痛苦啊 都给我 我的所有功德 诸佛菩萨的加持 统统给他们啊 那事实上你愿意承担 众生的痛苦 佛菩萨马上把你痛苦 都给接走了 我们来 谢谢大家